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BillyBallad Talk 最近科技股都有一個下調 究竟是一個買入的機會 還是應該繼續靜觀其變 因為它可能再有一個更大的下調都未頂 我自己會覺得投資股票很多時候會基於趨勢 只要有很多股民一廂情願覺得市場會更升 或者他不是看市場 只是覺得那隻股票還會更升 那它也會繼續升 直到一個地步 承接是沒有了的時候 或者突然間發覺事實就是那隻股票不應是這麼厲害的 就會崩盤 這是其中一個角度 第二就是我自己是一個價值投資者 所以如果一件事是超過股值的時候 我亦未必會選擇投資 哪怕剛才所說的momentum有多強勁也好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有些公司例如Tesla 我就在這個階段 絕對是不會投資的 哪怕它電的項目佔多了一些 製造又好像能夠引擎到 那時候都無法投資到現在的股價 所以它倒是絕對非常正常的 也應該要下跌更多 有些公司例如Amazon或Netflix 因為疫情的緣故 的確令到ecomer的行業 又或者是Netflix的訂閱 又或者是Number of Watch Hour 都是上升得不少 但問題始終是股值和股價 始終存在一個很大的空間 於是我即使不能夠說 它可能真的太過超過價值 我也不會投資 原因是因為當有什麼風吹草動 尤其是每次出業績的時候 投資者既然它比得這麼高的價值 這間公司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很大的期望 在當中 如果那個利益去不到它們的期望 又或者Bottom Line 因為Expense也升了 即使不到的時候 那個調整相對來說會比較大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我自己投資股票 又不想值得這麼多空風散 亦不想增加我自己 這麼多的Risk 亦都不會考慮 然後剩下的就是 只有三間公司 我又不喜歡這些 小價股公司 其他投資者可能會有很多選擇 只剩下三間 Google、Apple和Microsoft 這是剩下三間我會考慮的 不代表剩下三間 你可能會有很多其他大公司 例如Orico Google 我今次沒有考慮 原因是因為 它升上去之後 今次的調整又不太多 當然你可以說 一件事就是 因為它過去一年的升幅 又不夠其他提及的公司 第二件事就是 我本身已經拿了很多很多Google 於是我不想再賣多些 這是個人的原因 第三件事就是 過去一直以來 Google出的業績 有一季做得很差 之後的幾個月 又不知為何又會好 它永遠有一季 就是專門做Way Offer 弄壞自己 各方面的事情 今年也不例外 剛剛出完業績 就很差 但是 究竟第三季會不會又好 暫時未知 如果很快 原來它又是 好像普通的 那樣 那樣 如果不是的話 它可能真的會跌多些 同時 從估值角度 我覺得它公司值 大約是1,600左右 現在1,500多的時候 又好像沒有太多肉食 既然是這樣 除非它真的跌至1,450 我可能會入 如果不是的話 我就會有它虧 接著就是Apple 大家的PE ratio 都是35左右 Microsoft也差不多 但是 這麼多公司的 利益 growth 很明顯最低是Apple 雖然有很多的果粉 支持它 甚至乎 兩年前的手機價格 是爆升了 由1,000元到1,000多元 現在很貴貴 都照購買 照購買 照購買 但問題就是 疫情的緣故 會不會繼續去購買 兩年換一步 還是會有些人選擇 可能兩年半 三年才換 不用這麼快 再加上就是 你 就算肯換手機 你也是 正確的 正確的 利益 你要去到一個地步 就是肯 它加價 加到2,000元 然後 你都會繼續換 還要兩年換一步 這樣 才能夠繼續 增加到十多個百分比 再加上 要命的就是 中美貿易戰 中美貿易戰的時候 有很多的 產業料外移 這些都是 更加價 因為一直以來 中國製造 有很多人不喜歡 但很明顯 它真是 大郡的貨 在中國製造 真的做到 價連物美 你一轉移的時候 不會像 川普說 有一點影響都沒有 反映在蘋果手機裡 都會有一定程度的打擊 哪怕 那個打擊是 比不算多的話 都會有打擊 這些情況 加在一起的時候 我會覺得 既然有這麼多的時候 未必值得 在這個時間內 入市 然後剩下的Microsoft 這個也是 我最近 跌到205元的時候 都考慮 進了一些 我之前 其實在104元左右 疫情最初的時候 就進了一些 現在就 重複升了 我自己的估值 大約是230元 變相來說 有10% 多一點的水位 來升幅 我都覺得 可以考慮 因為 本身是一個很大的 foundation 無論是 home user 或者business user 用office 或者window 都有一大堆人 而這一堆人 不僅會幾年 表演一次 因為 改變了收費模式 或者提供產品 的模式 現在 雲端化了 二來 玩subscribe 變成 你總共有更新版 但實際上 你總共有更新版 你總共有更新版 這是 利好了 整個 profit 模式 以至於 這幾年 revenue 都升得很理想 二來 就是 雲端的 business 目前為止 除了 Amazon 和阿里巴巴 找第三把交椅 再加上 疫情的緣故 很多人 就要來 開市場 會議 work from home 普通的 用戶 很多時候 都會用zoom 但是 很多 公司 擔心 安全問題 或者 本身 已經 跟Microsoft 有些 交易 所以 會用team 或者 Skype 以至 Microsoft 都會直接受惠到 疫情 其他 亦都 在 遊戲 市場 坐第三把交椅 我們知道 疫情的緣故 其中有些朋友 出不了街 包括我自己 都買多了遊戲 來玩 Microsoft 雖然 份額 不算多 例如 Zegman 本身 一間巨無把公司 不會像任天堂 只做遊戲 份額不算多 但是 都會有受惠的情況 在當中 這就是 為什麼 我們科技股 當它跌的時候 我會選擇買 Microsoft 的原因 當然 現在 收購不到TikTok 是會有一點而可惜的 但是 即使 Oracle 有很多人不問 Oracle 好像很不難 但是 它選擇去收購 亦都代表 它想在 Soto Media 這個 行業 伸腳進來 但是 最終 它談不談得成 又或者 就算談得成 會不會中國 又有行政指令 去阻礙 這就是 我未知之數 既然 講開這個 TikTok 的時候 又想來 去分享我自己 一些 最近 最近 一些 作為一個 金融佬 看到一個 自由市場 有這些 情況發生 一些 我自己 會比較 擔憂 以及 不開心的 一些 我會覺得 TikTok 假如 好像 Trump 說 它是 有一些 妨礙國家的 影響 在當中 侵犯私隱的 一些活動 或者 Spy on 美國人的活動 你便用你 已經有 存在的 一些 條例 當你有禁證據 確鑿的時候 去告他 或者透過 證監會 說他違規 各方面 去告他 而不是 用一種 強行 當罪名 都未定 的時候 完 之後 你就用行政指令 去逼他 撤出 這個 美國市場 但你迫都不重要 很明顯 他不是想 原來 就是想拿甜頭 又要威 又要 戴頭盔 又要 馬兒 不吃草 又要馬兒 做得好 只要你賣給 一間美國熟的公司 無論是Microsoft 或者Oracle 你又可以進行行業 這樣 其實你 不單止 只是 打擊某一間公司 哪怕那間公司 打擊中國 才算 而且 打擊整個 美國的金融體系 那種規矩 因為你不按正圖 去打擊他 歐洲 一個很講規矩的地方 當他覺得 譬如Google 壟斷 才算 他就告他 最後告贏了 於是 他就去罰Google 錢 還有 將Google 手機 本身 提供的 App 全部要 取得出來 當然 Google 有張林介浩 過場梯 度高一尺 自然 摩高一丈 他又有另一種方法 來設置歐洲買的手機 以至於 那些人的 負責性 是沒有變 最後還要下載Google App 但這也是 消費者自己的選擇 於是 美國這樣的舉動 不單止打擊金融市場 亦都打擊消費者自己的選擇和舉動 因為 老實 有很多人 最後有一些App 真的 Spy on他 都好 因為方便的緣故 而又感受不到 打擊 那麼近身的時候 他會繼續用 例如 我教會都繼續用Zoomla 雖然很多人說 他有很多流動 但用開的時候 那些人就繼續用 那 我又 被人綁上車 都要繼續用 因為我要帶組的時候 可以怎樣 我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 不下載這個App 就在 這個 Browser裡面 開到的時候 就用 那 Hopefully Spy的能力 和範圍 和 資料 會比較少 就是 我的電腦 畫師 唯有可以知道 那麼多 不單止 美國也是這樣做 香港也是這樣 最近的消息 就是 壹傳媒 那天 拉了肥佬黎 的時候 股價就爆升 現在警察 又出動 抓人 這樣 就抓了一個WhatsApp群組 就說他充容股價 甚至乎有一個 什麼鬼 販毒 調查科 那裡 去 拉人 這個世界 我在WhatsApp群組裡面 去分享 會被捕的 原來 除了中國 例如李文亮事件 他來到 在WhatsApp群組裡面 說 可能 這個武漢有肺炎 應該很嚴重 好像沙士 然後被捕了 雖然 現在又 變成英雄 一段時間 現在又 不表揚他 或者 原來 香港也會發生這些事情 還要說 投資 其中 在這個群組裡面 有些人 真的賺了一千萬 有一個 賺了二千元 真是最慘 看著朋友 每個賺了一百多萬 千多萬 自己得二千元 然後 抓的時候 又要抓你 頂你的肺 在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 會不會 創造了一種 寒蟬效應 就是 普通人 去分享股票的時候 要想過先 好像股評人 或者包括我自己 在Billy巴拿 講股票的時候 也要想過先 對於普通投資者來說 他真的靠聽這些消息 來取一些 資訊 學習 各方面 當那個股評人 或者WhatsApp群組裡面 有這麼聰明的人 去分享的時候 都要閘著閘著 自我審查的時候 這個對於投資是一個打擊 更厲害的就是 一些大行投資的公司 原來你可以這樣來打擊金融市場 這個金融市場 還是否一個值得信賴的地方 可以繼續來投資 可以繼續做交易呢 那本來國安法已經 令到不少的金融公司 去選擇去撤走 或者考慮去轉移去其他地方 做一個基地 無論新加坡 又在台北 各方面的地方 這些地方 過去一直以來都 贏不了香港 那現在警察搞一旁 就更加 令到更多本來想走 未走的人更加選擇離開 當然證監會 揚碰因為這樣 配合警方的合作 但是 你看到 又是那句 如果你真的能夠 舉證到 證明一些人是違規的 例如去財務交易也好 操控股價也好 你 證監會自然會做事的 你警察是甚麼 當你 全世界都是有這些發生的時候 作為一個金融佬 是絕對 不覺得這些是健康的 哪怕有些人是偏黃的 在香港 有些人偏藍的 他會覺得 特朗普這樣做 當然說他不對 但偏黃的時候 拍眼手掌 就覺得特朗普這樣做 真的有霸氣 抵抗TikTok死 我又不會這樣看 政治立場是重要的 尤其是當政治立場 其實是在影響民生的時候 但是 有很多事情 不只是政治立場去看 從一個金融角度 這些事情 可以有一些更好的方法 去告他 去告訴他 這樣做不對 然後賠錢 不是打橫來 今天分享到這裏 真是歡迎大家 來點讚、訂閱和分享 看來 多謝 好 謝謝 感谢观看